大家好,我是瘦猴 我们还在昨天这个露营地休息 不过今天 颜哥和大锤哥 他们两个就要结伴去走318了 而我呢 还是要继续走我的川藏中线 可能 川藏中线到时候路会比较烂嘛 所以说他们还是要去走318 早上刚起来大锤哥这边 就煮好了泡面 然后这边还要再 煮一些玉米吃 和他们一起露营 很有生活气息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分开了 可能再往里面走 就是我一个人了 一路顺风 等我 颜哥先走了 一路顺风 大锤 拜拜 拜拜 大锤哥和颜哥一起走了 他们是从这边向南 我然后我自己上北 走川藏中线 不动 看橱头身上搞的 全都是湿的 在这边遇到两个队友啊 结果 促成了他们两个成为队友 一起去走318 接下来还是 我继续走川藏中线 有机会再路上 再遇到吧 我走了一段垂直向下的路 在这隧道里面 大堵车 整个堵满了隧道 我们下个月了 结果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段垂直到这一段垂直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十公里 但是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可以想象一下这条路有多难走 现在手机也完全没有信号 三个应用上都没有信号 连同移动电信 在这旁边就是高山溪流 看前面这辆车距离那么近 它能走两分钟走到我跟前 路真的太难走了 都是水泥土路 开启摇摆模式 雨越下越大 现在还有三公里的路程 要22分钟啊 这条路和之前去纳木措 圣像天门有一匹马 真正的荒山野岭 大山深处 走着这差劲的路 水泥土路 橘子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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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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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